更多书请添加微信 HLLX321 这场变故越来越猛烈 实在是周一星的魂要卖的太成功了 连续数批的卖出 使得中招之人数量不少 不过好在他当初按照白小春的要求 重点是放在89区的周边 其他区域虽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毕竟疏散难以承栽 只是这89区以及其附近区域 确实因过于密集 于是这浑浊的雾气 差不多都连在一起了 远远看去 如同黑云降临世界 让人触目惊心 这一切也让周一星心惊不已 赶紧按照计划 让所有参与这计划之人 急速的撤离 自己也是乔装改变之后 躲了起来 不过他没有忘记这计划的最后一步 于是在这躲藏中 他狠狠的咬牙 竟也拿出一枚做了手脚的上品婚药 亲自吸入体内 更是加速运转 使得他自己亲身体验了一把 那体内爆出砰砰之声的经历后 他灭色苍白 扯着嗓子发出嘶吼 是魂药 是这该死的上品魂药 我就是吸收了此魂药 才出现的这种变故 该死 这魂药上有司马涛的印记 他的话语一出 立刻就让四周那些 本就怒意燃烧的魂羞 顿时一惊 但却迟疑起来 只是他们的迟疑没有过去多久 很快的就有人陆续的察觉到了自身出问题的原因 于是也都怒吼起来 似要把自己的委屈宣泄而出 是上品魂药 我之前吸收了孙一凡印记的魂药 就出现这样的变故 是他 没错 我也是吸收了上品魂药 是司马涛的印记 我也是如此 这样的声音此起彼伏 在这数个区域内 不断的回荡后 越来越多的被害者 都发出同样的怒吼 他们此刻的愤怒与耻辱羞恼 已经到了极致 而被他们牵连之人 更是众多 此刻所有的人怒意都爆发了 纷纷行动 去寻找 当初卖给他们上品魂药之人 可周一星早就安排好了 任凭他们如何寻找 也都没找到后 自然而然的 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司马涛 以及孙一凡身上 实在是这魂药上的印记 就是最好的目标 去找司马涛 他炼的这魂药 根本就是残刺品 此人顾名钓鱼 根本就是七十到明之辈 还有那孙一凡 这是他的魂药 他身为炼魂大师 竟敢如此欺骗我的 找他们去 众人是怒火腾腾 此刻随着各个区域的嘶吼 一群人纷纷的杀向八十九区 很快的 白小春所在的街头四周 就从四面八方 涌来无数浑袖 桌里面的受害者 只是小部分 大多数都是被连累之人 义愤填膺下怒意急需释放 杀向司马涛以及孙一凡的店铺 整个八十九区彻底大乱 那无数人的涌来 他们的怒火惊天动地 白小春身为幕后之人 看到这一切后也都心惊胆颤 他可是知道引来众怒 是很难化解的 这一点他之前经历了好几次 这你们逼我的 我也没办法 白小春紧张的喃喃低语 掘着屁股趴在门缝处 紧张的看向外面 不时的还扇几下 不扇的话 那雾气会顺着门缝钻进来 白昊的魂眼看着这一切 常态一声 对于自己这个不靠谱的师尊 他再次感受到什么叫做无力感 甚至觉得师尊这里怎么看 都不像是一个原因强者 可偏偏这样的白小春却让他感觉很真实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 而是与自己一样 使得他这里虽苦笑 可却不由自主的更为亲切 就在白昊的魂感叹 白小春那里紧张的偷偷观望时 外面怒吼渐渐越来越强烈 轰鸣中可以看到雾气内数不清的身影 一个个正直奔此地而来 在这冲来的过程中 他们更是不断的展开神通术法 想要驱散四周的雾气 不多时随着他们的到来 白小春不用竖起耳朵 就能听到隔壁传来阵阵的昏鸣巨响 他的神识内立刻感受到 两边的店铺已经被人冲杀进去 一时之间是丝毫怒骂不断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干的好事 这魂妖上有司马托你的印记 孙一凡 我要杀了你 住手 你们听老夫说 这魂妖与老夫无关 轰隆 砰砰之声不断的回答 白小春的神识内 清晰的察觉到 隔壁的两个铺子 此刻乱成了一团 被人直接就给砸了 甚至外面的牌匾 都被人直接捏碎 白小春眨了眨眼 虽计划成功 可心中的不安 却越来越强烈 正快速考虑如何善后时 忽然他灭色一变 身世内感受到自己的店铺外 那些暴怒的众人 有一些竟直奔自己的铺子而来 不好 他们知道是我干的 白小春多是一惊 可转念又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呀 不对 他们应该还不知道啊 正想到这里 轰的一声 他的铺子大门被人给轰开了 在轰开时 外面冲杀进来不少暴怒的回修 你们干什么呀 这里不是孙一凡 也不是司马涛的铺子 这里是我白号天下第一列灵铺 白小春壮着胆 大吼了一声 声音知道 仿若是天雷滚滚 他更是修为散除 形成威亚 怒视来人 那几个冲进来的浑袖 愣了一下后 灭色变化 赶紧盗窃 快速的退出此地 他们并非是认错了门 而是打算趁火打劫 毕竟外面的动乱之人不少 龙蛇混杂 不但是白小春这铺子被人故意闯进来 四周其他铺子也被殃及吃鱼 白小春眼看如此 非常焦急 实在是此事 因那臭气的缘故 已经脱离了白小春的掌控 他正紧张琢磨解决的办法时 忽然的 一旁的白昊的魂 目中露出一抹齐忙低声开口 师尊 我又一记 听着白昊的计策 白小春来不及去过多思索 点头后身体一晃 直接冲出大门 看着外面浑浊的雾气内 无数的身影 以及两边铺子的粉碎 以及四周其他铺子里 传出的怒吼与大斗声 他立刻就将全身修为 彻底的爆发开来 更是在这修为爆发之下 口中传出比之前还要巨大的惊天之声 都给我住手 这声音太大 白小春更是动用了不灭地权之意 使得声音也是不怒自危 蕴含了一股让人不得不听从的威严 声音还在回荡 白小春身影一晃之下 已经出现在了一处店铺外 右手抬起 直接一挥 轰的一声 就将那铺子里的狂徒 全部轰飞 你们随我一起 阻止这场动乱 白小春 急速地向着那铺子内的伙计等人开口 这些人也都带着怒意 此事与他们无关 可却被丧失理智 更有趁火打劫之徒闯入 眼下文言先是感激 随后跟随在白小春身后 与他一起试图阻止这场动乱 很快的 第二间铺子外 白小春一行人出手之下 立刻解决 又去了第三家 渐渐的 白小春身后浑袖越来越多 而他更是勇猛非凡 所过之处 直接率中冲杀 很快的 在白小春的帮助下 这四周的所有店家 都联合在了一起 全力镇压 更是大吼不断 住手 有话好好说 谁在动手 割杀无论 这里是魁黄城 你们莫要造反 当这些店家联合在一起 以白小春为首 全面镇压之后 虽他们的人数 与这四周暴怒的浑袖相比 还是很少 可他们毕竟是站在道理上 而白小春太过强悍 如此一来 渐渐的 就使那些来临的浑袖 也都慢慢的冷静下来 这场动乱 至此终于被克制住 眼看在白小春的出手下 一切被控制住 四周那些店铺的店家 一个个在看向白小春时 都露出了感激之情 有些更是自责自己 以前对这白号 有很多误会 如今危及关头 才知其大意之处 纷纷的目中露出尊敬 无论是谁 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更是成功镇压动乱 都会被人敬重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